明天A股即将迎来超级大反弹 你信吗 全体股民注意了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了 这句话是我霸道股评的一个口头禅 可能在3200点去啊 每次到了下方都会再次说一遍 那么这次呢 大家看一看指数啊 没有达到3200点 我又说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次不会再达到3200点 而且这个位置在经历两天的回彩 最终结局 今天也知道啊 是端午节卖股日 你们认为 今天等他卖完了之后 明天应该怎么走啊 个人感觉明天起码是个红色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 以及A股市场这个位置 为什么不会再次去3200点了呢 这个位置是否已经登上台阶了呢 A股为何在这个区域 形成如此强烈的震荡模式 连续4天超万亿成交 又有何意义 带着新问题啊 咱们开启今天的分析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3年6月20日 你现在看的是 周二收平复盆的走势经养内容 首先在分享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上证创始大盘 对于今天来说啊 八道股评又说出了这句话 明天即将迎来大分摊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次我的思想 根本就不会再跌到3200点了 甚至之下是不可能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定要注意啊 从纵观现在的消息面来看啊 都是什么降息啊 等等一切的利好布局 而且呢咱们再提醒一下 目前外资也已经回来了 甚至说美联储加息事件 已经基本上 起码在近20天之内 是不会再去影响咱们的 那么这种区啊 切记啊 如果单凭因为节前啊 卖股日所导致的再次的震荡盘 那么切记这个位置就是机会 知道吗 毕竟来说你们要明白啊 只要说想放假取款的人 今天就是一个卖股日 所以对于今天来说 上证盘口的再次在32005点区域 形成震荡盘是很正常的 懂不懂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这个位置当他们真的把钱都取走了的话 想想市场是不是在明天只有一个人能够动作了 他是谁呀 是主力 而主力呢 在近期只想干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是筑底完成之后即将形成大反弹 而且呢 尽量是散户分歧比较大 因为只有散户分歧大的话 才能把廉价的筹码占为机油 大家没有道理吗 下面内容啊 一定要认真听 当你听完之后啊 也就明白A股市场到底想要怎么走了啊 在飞食前依然说句讲话 祝点赞本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天转转转 一路转转转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平行讲 下午5点受平行讲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准时来看 咱们就把说 首先切记啊 今天上证盘口确实是回踩的 但是创指是拉升的 深成指也是拉升的 就能看出啊 今天是存在分歧盘的 上证为什么形成回踩呀 有很多人说了 是不是降息力度不够啊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 你要明白啊 现在咱是从牙缝里挤骨头 本身就很难去降息 这次无论降的多于少 大家不能看得那么重 而更重要是什么呀 是能看出高层现在在保护这个市场 而高层间接影响的就是主力 这个任务的任务牌 也就能看出啊 是不是现在市场这个位置 依然是一个保护的过程的 外加注意啊 今天其实下跌盘口不少 但是北向资金 今天当日竞买入达到了17亿 当日竞买入达到了44亿 代表什么呀 代表市场实话实说啊 反正北向资金外资 没有想着过节离场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呀 是北向资金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这个盘口它属于什么呀 属于中长线的先驱性代表 只要说北向资金 阶段性是一个净流入的状态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位置 A股市场一定会从一个底部去 再次逐级向上的 包括大家注意啊 其实实话实说啊 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图形 有很多人说我在近期打了脸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无论是从这个位置告诉你们 3200区域敢跌敢买 还是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自己看一看啊 它是不是都是出现的很多的单真注底 并没有形成最终结局的破位呀 更重要是什么呀 是你自己看一看啊 我现在目前是一个看多派 大家都知道啊 按照理论来说 你数指数就能看出啊 一根红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在这整整近一个月以来 一共就有五根是绿柱 然后十四根至十五根是红柱 就纳了个闷了啊 在近期为什么大家对我如此的一种评论 而且告诉我什么呀 是3200区域真的跌破了吗 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位置 我当时说过啊 首次跌破年限之后一定会收回来 你自己看就终结局 是不是经历一个很大的墨迹盘之后 还是收回来了 现在也在年限之上啊 外加我已经多次告诉了啊 下方这个区域本身如果说它出现缺口不好 包括周五我也说过3300点到32008点去是一个小压力区 所以这个位置呀 有可能还会引来本周的回彩 但是切记啊 再次提醒 在我今天中午以及昨天晚上就告诉大家 今天如果说A股市场还有这些弥漫行情 在3250点下方区域形成震荡的话 切记啊 这是机会 要懂得加仓 即便是超短派的话 切记啊 空仓派 以及低仓派的话 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低息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要明白 首先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道理了啊 那些卖股市都卖完了 那么明天呢 主力需要发展任务 对不对 这是其 其二什么呀 其二是外资也在流入 甚至说一位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也是达成了一些比较好的预期 然后走了 自己想想 这个位置 A股市场 其实前方所有的那些不好的消息 全都在这个位置消化了 那么A股市场 可能说端午节附近 确实会迎来一些 很多年之前的一种想法 那种魔咒 但是切记啊 这个位置 它不是高位 我再次想啊 从前面我就说过 3200点区域 它是个高位 如果说 3400 3700 它属于相对高位 但是3200 它是货真价实的底部区域 所以再次想啊 这个位置 不管你怎么想啊 起码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别人可能看的是五日线 我看的是什么呀 二十日生命线没有跌破 年线没有跌破 那么就安心持股 甚至说敢于逢低不拘 外加切记啊 再次提醒啊 咱们看一下创业板 现在创业板啊 已经出现了特别多的红柱了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呀 大家看图 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有没有发现 它目前已经开始突破 下一轨道了 自己看 非常明显啊 就能看出什么呀 起码说 A股市场在这个位置 在经历创业板的下跌的时候 咱们A股市场确确实实 很多的投资者是不舒服的 但是一旦说 这个轨道真实被突破的话 下压趋势线被突破 想想市场该怎么走了 不就是从一个整体的 上半年的散户亏钱效应 变成散户赚钱效应吗 所以啊 切记啊 这个图形 其实才是真正不失真的 而且是反映散户 到底赚钱亏钱的一个图形 上证盘口不得不承认啊 今年是有任务性的 在我前面多次告知 A股市场今年连三千点都碰不到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任务盘太大了 从种种技巧来说 我的每一句话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都在实现之中 外加你自己看一看啊 是不是现在创业版的日线级别 KTG MACD 全部出现了金叉呀 那么日线级别所形成的拉升 也并没有形成死差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反弹效应还没有结束呢 还有那句话啊 如果说这个股票交割日 今天完成了的话 那么明天主力我认为 上证已经有两个绿柱了 那么就有概率是一个红柱 外加呢 现在目前北江自己也能流入 甚至说一些利好偏多的消息面 在不断的驻扎 房地产后期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利好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位置是什么呀 还是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的 在拯救之中 筑底之中 甚至在发挥它的一个底部区的效应 三千二百点区呀 我再次提醒 无论你们怎么去想 我就不信达到三千七 你们依然会说一句 八道股平你说错了 还是那句话 有些东西当咱们真的一股脑子 去把它认知了 就应该慢慢去走这条路 而不是说今天我看多了 明天我看空了 你又不是股平员 你为什么非要哗众取宠呢 八道股平出身中堂线 这个区域不会给大家泄气 而且我认为 A股市场如果把三千二百点 向上闯关打到三千三 这叫什么呀 这只是叫小事牛刀 因为后面还有大展拳脚的时刻 只不过大家太目光 在看着今天的走势 昨天的走势和明天的走势 如果你把你的思维以及逻辑 放大一点就会明白 A股市场以及中国市场 现在就是一个顽强的底部 好了 亲朋的极家观众啊 老朋友请点赞 这个位置 八道股平再次提醒 韩安那句话 我这个人不会拐而抹角 不会望风使舵 要做的就是什么呀 起码把自己心里话 完完全全的说出来